女人千辛万苦生下儿子 却紧一眼就让丈夫崩溃 说孩子不是自己的 陶冶式地离开了产房 却一不小心撞进了核磁共振室 手术剪不偏不已戳在了男人脖子上 穿透了颈动脉 随着男人的脉搏跳动 保安下意识想关掉仪器 医生赶紧出声制止 现在所有的东西包括轮床和剪刀 完全都是靠磁力暂时维持平衡 一旦磁力消失 男人很可能当场隐恨西北 很快消防员赶到现场 可看清楚现场的众人也是一脸蒙圈 所有的救援工具都是金属的 压根都派不上用场啊 要想救人就必须关掉机器 最棘手的就是男人脖子里的剪刀 也就在这时 女医生提出可以请实验室3D打印塑料的纸屑前 先处理脖子上伤口 再由消防员固定住男人 最后关掉机器将人给救出来 商量好对策后众人开始忙碌起来 与此同时 男人脖子后面的肉流吸引了医生的注意 妻子也很无辜地走了进来 对着合词共振仪发誓 孩子就是丈夫的 不明白丈夫到底是怎么了 医生赶紧解释 应该是某种疾病干扰了男人的心智 可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怀孕的问题 妻子没有过多地关注丈夫 没有注意到任何的变化 一切只能等救下男人再说 很快实验室便打印好塑料的纸屑前 由经验丰富的急救室主任亲自操刀 助手小心地钻进合词共振仪 从里面伸手固定住剪刀防止一味 万幸一切顺利 主任很快便夹住了男人的颈动脉 与此同时 消防员们用绑带固定住男人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医生瞬间切断电源 四名消防员牢牢地接住了轮床 抬到了一边 主任小心地取下了剪子 总算是将人给救了出来 随着检查结果出来 男人被诊断为二型神经纤维柳 是一种遗传疾病 妻子很是不明白 如果是遗传病 为什么偏偏是今天发作 医生解释很可能是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 包括但不限于生活方式甚至是饮食 一番话点醒了女人 怀孕期间的她异常敏感 很多味道都闻不了 丈夫吃的每一样东西都会让她感觉到恶心 也为了迁就她 丈夫就放弃了习惯的饮食 不再吃水果蔬菜和鱼 每天只吃没有刺激味道的垃圾食品 但万幸的是 只需要简单的药物控制 丈夫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与此同时 医生将宝宝推了进来 宝宝出生三个小时了 男人终于好好看了下自己的儿子